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部电影的时候 第一个画面就是想到十号风球在船上打贴黄金 我在这部戏里面叫希狗 他是一个警察 一个非常任性的一个警察 他因為追查一個海上走私集團 遇到一個黑幫的漁民江貴成 兩個人為了欠一塊黃金 開始了一場警匪追逐 貴成是一個屬於不利用什麼方法都要生存的人 他為了要拿到他要的東西 他會想盡所有方法 某程度這兩個人物是同一個類型的人 他們的分別就在於他們的價值觀一樣 張俊覺得所有人的價值不是來自於金錢 但是樂仔就剛剛相反 他的所有東西是來自於利益 這次花了很多時間 是每樣細節的 你會見到漁民的很多豆皮 很多辣 在這裡開始 以下的都是特技化妝 這個妝其實他都要花四個小時 從外形上來講 這個造型是很貼近西國的心態的 當你面對魔鬼太多的時候 你自己也會變成一個魔鬼 你變成這樣的魔鬼以後 那些罪犯才會害怕你 因為我自己看港產變大 我很想看到香港的另一面 譬如魚市場 有些街市 有些天橋底 這個是我自己長大接觸的一面 我想表達出來給觀眾看 是一個不同的香港 就是人家電視 我覺得還是好 就是人家電視 在這速度 在這輪期內